我们先来谈一谈就是北约的部分 那北约呢这几年因为受到了 欧战争的因素影响 所以呢它的这个被高度的讨论 那老师也曾经在我的节目当中 也多次的提到北约东扩的问题 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战争哦 这个唤醒了北约 但是呢北约是不是也标志着 欧洲75年来和平的红利 现在渐渐的要走向终点呢 我们要请老师先为我们来点评一下 我们先从北约来谈起 我们知道北约成立在1949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那是一个二次大战刚刚结束 然后呢美国基本上是全球的一个霸主 那美国呢当时也要有马歇尔的计划 来辅导整个欧洲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当时的北约的设定是1949年 那个年代来讲 当时设定北约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在里面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对抗苏联 那第二个呢希望美国也拉入到整个欧洲 那第三个呢希望能够压制 二次大战的时候的德国 这三个概念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德国 那到了1954年的时候呢 让这个当时的西德呢 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 因为当时德国是一个战败国嘛 那也让他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代表着整个欧洲啊 特别是西欧 对于德国已经高度的一个信赖 那这边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当西德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前呢 其实当时的苏联呢 就给西德的算是总理 跟他们一个最后的一个通牒 什么叫最后通牒呢 其实讲好的话就是说 我给你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 也就是如果说西德愿意同意 统一以后的德国 是属于中立的德国的话 那么俄罗斯就是当时的苏联 是愿意德国走向统一的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因 各位想想看 因为当时苏联它所有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跟这个西欧之间呢 我们可不可以多一点的缓冲地带 你像奥地利已经是个中立的国家了 瑞士也是个中立的国家了 如果当时整个德国 也成为一个中立国家的话 那么俄罗斯跟整个西欧之间 是不是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缓冲带 所以你要知道 当苏联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你就隐约感觉到说 苏联其实对于它的边界 有没有一个缓冲区 是非常重视的 可是当时的西德的总理呢 第一任总理叫做 Kona Adnall 就是艾德纳先生呢 他认为说 他不相信俄罗斯 他认为说 如果我今天变成一个中立的国家的话呢 那他迟早的 还会被俄罗斯所入侵 你也知道德国跟俄罗斯中间 他们因为二大战关系 结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仇恨 彼此之间属于的不信任 所以当时的西德的总理呢 就没有答应说 用中立来换德国的统一 所以换句话说 对于当时的西德 他认为说 他的安全第一重要 因为有了安全 才会维护西德的民主 那至于统一呢 是摆在第三条路线 第三个步骤 所以简单来讲 当西德拒绝了一个中立的德国 而愿意加入北约以后呢 那么在下一年1955年 那苏联就组织了华沙公约组织 那华沙公约组织来跟这个 北大西弘公约室来对抗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平常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 会很自然认为说 北约是属于防止欧洲嘛 为什么 因为东方有一个华沙公约组织嘛 其实他们差了大概有六年的时间 六年的时间 也就是在这六年的时间里面呢 其实苏联他一直希望说 我跟西欧之间有一个缓冲区 有一个中立地带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可是对于西欧这些国家来讲 他第一个不相信苏联 第二个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怎么可能会 让德国变成一个中立的德国嘛 所以美国其实在二次大战以后 他透过马歇尔计划是经济 透过北大西弘公约组织 属于政治或防卫的 他把他的手伸进到整个欧洲里面来 所以简单来讲 北大西弘公约组织 看起来他是一个欧洲的整个一个防御 俄罗斯对西欧的一个攻击性的 这么一个防卫性的组织 可事实上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说 这就是美国要把他的政治经济 跟所有的力量要投射在欧洲里面 要能够左右到欧洲的发展 而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的 所以一开始你就了解说 这个北大西弘公约组织 他刚刚讲 我刚刚讲 他是要面对整个苏联的 然后他是美国要展现他的影响力的 你也知道后来从1954年开始 欧洲开始成立的这个欧洲钢铁联盟嘛 后来成立欧洲共同体 一路欧洲都走在一起 所以有两个欧洲 一个是以欧洲continental 欧洲大陆为主的欧洲 就是欧洲共同体 那另外一个是以北大西洋为主的欧洲 加上美国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那美国当然不可能加入欧盟嘛 所以美国就透过北大西洋组织的关系 来影响到整个欧盟的发展 所以简单来讲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就是以美国为马首是瞻 而且美国希望透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来影响欧洲事务的重要一个组织 而且在这个华山公约组织 已经结束之后 但是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 这个北约还是继续的存在 继续的影响 那主要其中一个 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当然就是美国 美国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北约 把这个手的伸入到欧洲 来主导整个的事务 那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现在呢 北约已经不再是防卫的组织了 因为呢我们看到 就是说它整个的 后来的发展的影响力呢 反而是越加的膨大 老师怎么看 冷战一结束以后 其实在冷战结束前了 戈巴西夫就讲过一句话 说你们既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你们口口声声 不是对付我们俄罗斯 或者对付我们当时苏联的 那么可不可以让我们 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 我们共同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 成为共同的一个大家庭 那你就对我没有疑虑了吗 各位知道这不是戈巴西夫 还包括叶尔辛 后来到了普丁 两天连以后 曾经有过三次 跟美国当面讲说 可不可以让我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各位我们先想想看 假如你就让美国加入 让俄罗斯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那么今天不就是没有问题了吗 对你就不会认为 俄罗斯是一个扩张主义者 可是你要知道 其实传统从历史上来讲 或从文化来讲 或者整个民族性来讲 比如斯拉夫主义的 还有东正教的 俄罗斯的这种 还有他们传统上 透过文学的方式 透过宣传的方式 他们历史上一直觉得说 俄罗斯是他们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欧洲人在面对 这个俄罗斯要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总是 非常的忐忑的 那另外对美国来讲 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 如果你今天让你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 那美国还玩什么 所以即使说 俄罗斯表达了多次 希望加入北约的 这么样一个意愿以后 可是美国基本上 都给他不了了之 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情 那后来 后来呢 对后来你知道吗 整个北约的发展 它逻辑上讲 冷战的结束嘛 冷战既然结束 苏联都已经瓦解掉了 那你北约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可是我们刚刚讲 假如今天把北约 不要把它只看成是一个防卫性的组织 而把它当成一个政治性的组织 也就是美国希望透过北约 在欧洲影响它的影响力的时候 那美国怎么会把它废除掉嘛 所以冷战结束以后的 北约继续存活到现在 已经是第75年了 那北约呢 它就从一个角色 从原来的防卫性的角色 转换成为一个纯粹政治性的角色 比如说俄罗斯你想加入 我不让你加入 但是呢 曾经的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像波罗的海三小国啊 像以前的捷克啊 像匈牙利啊 像波兰啊 你们这些国家 我愿意你加入 而且它加入的条件 它就变成说 你要加入 那你就必须走民主 走自由 走人权的路线 也就是美国希望 你们加入我的国家 都是走民主自由 人权这么样一个国家 那美国的理由就在于说 你俄罗斯在我看里 就是不民主 不自由 没有人权的 所以美国就不让你加入 那你美国可不可能想办法 让它透过一些关系 让它改变它的以后 再慢慢加入呢 可是你事后来看 美国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因为这是美国基本上 对于俄罗斯的 这种传统的敌意啊 或者这种忧虑的这种程度 其实是一直很高的 可是问题就来了 当你让以前的 前俄罗斯的共和国 都慢慢加入北约以后 那对于北约来讲 那我的安全空间 就逐渐被压缩了嘛 那你又不让我加入 只让我以前的加盟工加入 那我刚刚不是一直讲吗 其实我刚刚特别举 那个西德那个例子 他都可以统一 德国走向统一啊 但是他希望统一后的德国 是一个中立的德国 为什么 就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来讲 他天生的对他安全 也是非常恐惧的 他需要一个缓冲区 那当然德国后来 没有成为一个中立国家 而且加入了北约 那同样道理 他今天在看 像这些波兰 像波兰雷三小国 这些国家他来看就说 你们北约每东扩一步 那对我来讲 是不是威胁性就更大 然后你又不让我加入 所以一直到了2008年 2008年呢怎么样 就是包括乌克兰 包括乔治亚 就是克鲁西亚 这个国家 大陆翻译叫克鲁西亚 这两个国家宣认为说 北约要准备接纳他们 那俄罗斯就坐不住了嘛 俄罗斯坐不住的时候 就在2008年 即使在奥运期间 俄罗斯就出兵 这个乔治亚这个国家 就克鲁西亚这个国家 大概打了五天 死伤了几百人 就把克鲁西亚 就是乔治亚 就是把他要 等于说某种程度 让他国家里面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兰奥塞维亚 还有一个就是阿布哈斯 两个地区就独立出去 那俄罗斯就承认这个国家 那当你2008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那从此以后呢 那北约呢 跟俄罗斯就结下了 再跟着一个敌意 跟一个仇恨 所以从此以后呢 那俄罗斯也没有再提 我要加入北约了 那北约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把俄罗斯当成是一个 非常潜在的一个敌人 也就是从2008年以后 又回到了当时冷战的 华沙跟北约 那个时候会的相互对视的情况下了 那这个事情怎么造成的 那对于俄罗斯来讲 是你不断地压缩到 我的安全的空间 就是你每东扩一次 我都告诉你说不要了 而且对于普丁来讲 他上次在讲说 北约你是不可信赖的 你们美国反复地告诉我说 不会东扩到我家门口 不会东扩到我家门口 可是你的东扩 一天一天地压缩到我门口 后来到了乔治亚 还包括到了这个乌克兰 那我当然要做一些反应出来 所以你要了解整个一个过程 你慢慢发现就说 其实美国第一个 对俄罗斯的高速的不信任 他基本上就是要瓦解你俄罗斯 最后还是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 那中间牵涉到我刚刚讲 种族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美国的价值观的问题 那第二个呢 就是俄罗斯他的安全 对于美国来讲 他根本不在乎 他本身就是要不断地压缩你 所以当时俄罗斯想表达的一些 所谓为要加入北约的善意 那完全就进化水域 完全就没有了 就消失了 老师我们看到说 偶尔这边有一个背景资料 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北约的军事开支 其实是占世界国防开支的70%以上 也就是说到了2024年 他们要求说成员国 必须要要求他们的这个GDP的 这个2%的国防开支的 这样一个目标 就希望每一个成员国 都应该要提供于他自己国家的 GDP的2% 然后呢来做这个国防的开支 但是老师刚也提到说 北约到现在成立了75年 但是这几年其实很多人 对于北约有一些的批判 包含了像是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在2019年的时候呢 他就直接提出来 他说北约正在脑死 那另外还有德国的一些议员 包含了美国总统川普 也认为说 美国花太多钱 在保护欧洲的盟友 那其实呢 北约还是有很多人 对他的存在性有很多的质疑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美国也没有 不是没有看出来 北约它的存在性 受到欧洲人的质疑了 为什么 因为对于欧洲人来讲 俄罗斯也许对于美国来讲 他是要把他为敌的 这背后还有一个因素 各位不要忘了 其实美国从冷战开始以后 美国的军工企业体 一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对于美国来讲 你看看第一个从美国的本土来讲 美国因为左边是太平洋 右边是大西洋 美国受到两大洋的保护 可是对于美国来讲 这还是不够的 美国为什么在全世界 设立这么多的军事基地 简单来讲 所有的战争的爆发 不可以在我们美国的本土 美国的本土 那第二个呢 很重要就是说 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 这是甘海迪讲的 就是说未来几年 如果美国受到这个军工企业体 所绑架的话 对美国发展是非常不好的 那你看北约的概念 基本上它就是为什么 它为什么说 一定要把俄罗斯当成一个敌人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的话 请问一下 我的军工业 我要到哪边去卖 所以说美国就不断地要 塑造一个概念 说你俄罗斯是对欧洲是有敌意的 所以说换句话说 你欧洲才需要我保护 那欧洲需要保护 是不是美国就有借欧洲的机会 所以把俄罗斯塑造成为一个敌人 就像现在把中国大陆 塑造成一个敌人来讲 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来讲 特别是军工复合体 为主导的一个军工企业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可是对于欧洲来讲 你刚刚讲到的像马克宏 马克宏所代表的法国 法国最早的领导叫戴高乐 戴高乐对于安全问题的思考 可跟美国是不一样 因为欧洲人 欧洲人看俄罗斯 跟美国人看俄罗斯就不一样 因为毕竟欧洲人跟俄罗斯 的确有打过仗 但是彼此又有交往的经验嘛 那对于这个 法国的戴高乐来讲 他说欧洲什么 欧洲应该是欧洲人的欧洲 不应该是北大西洋的欧洲 我想这是 整个法国的一个传统 像马克宏呢 也延续了戴高乐一个传统 说欧洲的事务应该 欧洲人来代表 那好 那再加上从冷战到现在为止 几十年都没有发生打仗了 那欧洲人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他们又不想把他们的钱呢 太多再投入到 整个军事的防卫方面 这是欧洲人的想法 那我们今天跟俄罗斯的交往 比如像以前的德国的梅克尔 我们可以从经贸的往来呀 我们从能源的往来呀 我们一方面可以把欧洲东西 卖到俄罗斯去 一方面透过两个国家的 经贸的交流 也可以化解到大家的敌意呀 这是传统一些欧洲人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些人的希望跟俄罗斯呢 还是有经济的往来 那自己欧洲人可以独立的 来建立自己的安全跟防卫的体系 那你刚刚还讲到那个 一些其他人像川普 他就是另外一个想法了 川普的想法就说 那你欧洲要防卫你自己 那你就自己花钱嘛 那当后来的事情 那马克宏未来讲 原来讲这个北欧是脑死 为什么后来 自己就被美国给破掉呢 马克宏讲的那个时间点 2019年吧 的确是欧洲人在思考说 我们的安全其实不能靠北约了 我们应该欧洲人自己来思考 我们自己的安全 可是你看马上就爆发了 一个乌克兰的战争 乌克兰一战争爆发以后 那你就知道说 欧洲人突然之间就开始知道说 我们今天的防卫很重要了 因为乌克兰的俄乌战争一爆发以后 就让整个欧洲人被塑造一个概念说 你看看俄罗斯 就是一个不怀好意的 俄罗斯今天可以去攻打乌克兰 明天就可以打波兰后天就可以打波罗地亚三小国 像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来讲 我们用尝试来判断 俄罗斯凭什么打波兰吗 他为什么打波罗地亚三小国吗 他其实要追寻的就是他的安全的缓冲区 他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必要现在去打波兰 或打波罗地亚三小国吗 除非你今天北约 利用这三个国家 或者四个国家 跟俄罗斯发生冲突了才有可能 可是美国透过所有的国际舆论 包括你知道 美国在欧洲有很多的代言人吗 像冯德莱恩 对不对 欧盟的执委会主席 他整个就非常亲美的 像现在的 整个欧盟的外长 现在是爱沙尼亚 那个 爱沙尼亚以前的总理现在来做 他本身也是非常的亲美 而且非常仇恨俄罗斯的 那最近呢 他前一段时间还是被俄罗斯所通缉的 然后俄罗斯所认为的 所不受欢迎的人物嘛 所以你看看 其实这几十年来 美国一方面在整个欧洲呢 他培养了非常多的亲美 而且是所谓的反俄的这些领导人 那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又利用这个乌克兰 或者我们刚刚讲的乔治亚 他把这一种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啊 把他调动起来 而最后发生了一些冲突 包括最典型就201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嘛 那克里米亚战争一爆发以后 那整个欧洲当时 当时其实在准备 就是下一场在俄罗斯的东部 要制造这个问题了嘛 可在这个过程中之后 欧洲的国家 他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美国他不惜的是制造一些 欧洲跟俄罗斯的冲突 来凸显军工企业 在欧洲是这么的重要 而凸显美国的领导性是重要 然后再倒过头来 要求这些国家 他增强他的国防经费 包括在他GDP的2% 那这些国家要大量的换军备的时候 请问他的武器从哪儿来 当然从美国所购买嘛 所以美国我刚刚讲 美国是需要一个敌人 美国也需要在欧洲 展现他的影响力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一场俄乌战争 它也是美国所期待的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 可以确保欧洲国家离不开美国 可以确保北约不再老死了 而且北约开始还魂了 而且确保美国的军火商 可以在欧洲卖更多的一些武器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问题 在背后就说 我们刚刚再回到我们 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概念就说 假如今天一个德国的统一的德国 是一个中立的德国 那请问对世界是不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它是中立的嘛 就像奥地利中立跟瑞士中立 越多国家的中立 其实对世界越来越好 可是对不起 这是美国所不需要的 第二个如果上欧洲 跟俄罗斯间有一些缓冲地带 是不是越多缓冲地带 对这个世界和平是越有帮助嘛 可这也是美国所不想看到的 所以你慢慢必须要推 推到最后就发现说 美国这个国家 由于它的资本主义的主导 由于它的军工企业的主导 美国由于它不希望 它的本土发生战争 它希望为了它的钱 为了它国家的安全 这个战争这个冲突在世界各地 只要不断地向雨后春春 这边冲突一下 那边冲突一下 这边冲突一下 这边冲突一下 这可能是确保美国的军火上的利益 而美国的世界霸权 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个美国在北约中的角色 或者美国在全世界的角色 你可能比较容易 找到问题的一些答案 台湾也可能是说 美国现在的筹码嘛 因为我们看到北约这五年 要预计是3.5兆美元 要援助乌克兰 那当然我们来谈谈 就是说台湾这个部分 需要补多少的保护费 待会我们再来谈谈这个部分 但老师我想先进入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世界上影响现金的 重要几个组织 我们刚刚花了一些时间来谈北约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组织 现在持续在扩大 而且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这个组织呢 就是上海合作组织 那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最近才到了这个哈萨克 参与了这个峰会 那出席这个峰会呢 接下来大陆即将在2024 2025是成为轮值主席国 这是在青年之后 再次的中国大陆成为了 这个轮值的这个主席国 那这次呢 习近平在行前 他有发表了一个文章 强调要建议是 真正的多边主义 反对霸权主义 还有阵营对抗 要推进的是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老师我们看到就说 相对于北约来看 上海这个上合组织呢 它的本质上跟北约 其实就有很大的不同 北约当然完全不同了 我们刚刚讲 其实北约它存在的 就是一个所谓的军事防御机制 那上海合作会议 它绝对不是一个军事的防卫机制 那第二个呢 北约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对象 那基本上就是俄罗斯 或者早期的苏联 现在的俄罗斯 可是对于上合会议来讲的话 它其实没有一个把哪一个国家 当成是一个要防卫 或者对抗的对象 那上合会议的 上合组织的成立的最重要目的呢 就希望那个避免 在这些成员国之间 比如说让极端主义 让这一种恐怖主义 说的让这种分裂主义了 不断的给它会蔓延 我们知道上合组织 它是其实最早就是 上合的五个国家嘛 五六个国 六个国家 后来到了2001年以后了 变成是中国大陆俄罗斯 再加上中亚的四个国家 现在有我补充一下 现在就是有九个成员国 有三个观察 对 后来就加入三个 对 现在有三个 观察员国 14个对话伙伴 所以它的范围是蛮大的 包含亚 欧 非 三大洲全部都有 那看到今年可能还会 像是白罗斯也有可能加入 所以它的整个成员国的数量呢 可能就是会达到 两位数以上 就开始慢慢再逐渐的扩大 而且我们看到 就是说因为它涵盖的 亚 欧 非的这个面积 还有人口非常的多 它的整个的总面积是占了 大约是亚欧大陆的五分之三 它的人口算起来有34亿 大约是总人口的43%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其实它整个的组织越来越庞大 刚刚老师也提到说 它的本质跟北约就是不一样的 本质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能够把北约跟上河组织 摆在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方向来思考 因为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刚刚讲北约其他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避免俄罗斯或者基本上要把俄罗斯给击垮为止 第二个是美国要透过这个北约组织 来销售它的很多的军火业和军火商 第三个是美国要利用北约来扩大 它在欧洲的这个政治跟经济 跟这个军事方面的影响力 可是上河组织它其实就是一个平台 其实它就是一个平台 它的名字就写得很清楚 上海合作组织 对 它是一个平台 那它平台最主要我们知道当时是什么 就是2001年不是那个911事件吗 911事件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西方很多的国家利用伊斯兰的力量 在新疆问题制造一些问题嘛 所以上河组织对于整个中国大陆来讲 它当时要成立这个组织很重要的 是希望它确定新疆那个国土的安全 这是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它先把这中亚的四个国家 周边的四个国家 我们先在一起 那第二个就是苏联已经瓦解掉了以后 那1990来瓦解以后 那中国大陆当时也希望跟中亚的 建立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些关系在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其实它原来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组织 就是说我们防止恐怖主义 对不对 我们防止分裂主义 我们防止集团主义 让这个地区呢 大家有一个对话的机制 然后彼此之间透过自己的内部 不要让这种分裂主义 不要让这种极端主义 不要让这一些 这种所谓的这种 这种那种叫什么 极端的反 反那个就是 那种伊斯兰的那种极端主义者 可以在这个地方生存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确定大家安全 那后来呢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由于一带一路的关系 那再加上俄罗斯 你也知道俄罗斯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刚刚讲俄罗斯在2008年以前 其实它还是心中是想到是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就它眼睛还是往西边看的 可是在2008年以后 它整个就翻转了嘛 那特别是一翻转以后 那它当中的眼光目光呢 就会更接纳这个上海合作组织 因为它觉得上海合作组织 是有助于它内部的一些稳定 而且彼此之间有一个沟通的一些管道 那这有什么不好呢 这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在这个俄罗斯 已经开始转向到东方来的时候 那上海合组织 它的压力又减少了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中亚几个国家 毕竟俄罗斯对他们 也有点影响力嘛 那当俄罗斯开始 已经把面向转向到东方 跟中国大陆的时候 那这些上海组织 他们的压力也相对来讲 也更为轻松 松了一口气 更为松了一口气 所以上海组织就往前在走 但上海组织还是有一个问题啊 你刚刚讲就说 上海组织的确先有三个观察员 阿富汗 白俄 还有蒙古 要加入他们的观察员 那前段时间 比较出现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最近 原来的六个国家以后 又加入了什么 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 印度跟巴基斯坦 还有伊朗 那印度跟巴基斯坦 你要知道 这两个国家原来就是 到现在为了还是世仇啊 那这两个国家 加入到了这个 上海合作组织以后 那会不会有影响到 上海组织的更好的一个团结吗 再加上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印度这个角色 我们常讲印度在整个国际上 他是一个一切 以他自己利益为思考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对于上海组织的就是 我希望能够把脚伸进去 但是我也不希望上海组织 能够扮演一个多么正面积极的 一个大的一个角色 这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当时的欧洲 英国加入欧盟是一样的 就是英国加入欧盟的概念 是希望欧盟不要走得太强大 也不要太这种 所谓的单一的领导 就是英国加入欧盟呢 就希望欧盟的角色稍微弱化一点 因为我在里面可以让它更弱化一点 所以我是觉得印度加入上海组织 它并不是带着一个非常善意的 说希望上海组织能够更为壮大 更为丰盛 更为为大家服务 而是说我希望你们参与缴进去以后 我可以影响到上海组织的一些发展 不要伤害到我的在整个蓝亚地区的利益 或者我在里面可以取得一个更好的利益 然后不希望上海组织 发挥它太大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 印度加入了上海组织以后 反而会影响到了上海组织 它未来的发展一个顺畅性 比如像这一次嘛 在哈萨克开会 印度总理又不去了 他几次都不去 他不去 但他又加入自由是一个大国 那同样的你上海组织呢 它原来只是一个 就是防止集团主义 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的 那当然现在这么多的国家 成为观察员 三个观察员 还有一个所谓的对话伙伴 他用对话伙伴的方式 还有合作伙伴的方式 我倒觉得 其实对于大陆来讲 上海组织 上海组织 不需要发展的太快 逐渐的一步一脚印的走就好了 就说不要 不要把上海组织 把它变成一个包山包海 而把上海组织 就是很确定的 现在来讲服务于什么 能够服务于你的一带一路 这是最好 第二个呢能够做什么 能够服务于让中国的边疆 能够更为的安全 不要再有这种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 极端主义的这种滋长 蔓延的情况下 然后在文明的对话上 让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明 让人文的东西 能够这一方面 更多人去感染到 这些中亚国家 或者跟他有合作的一些伙伴 所以还是三个吧 一个就是 我们讲说安全方面 对不对 一个是经济方面 一个是人文方面 那我觉得这三个东西 也恰恰好 现在是上海组织 他们希望走的三个面向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这两个组织 跟北大希望公约组织 它其实是来源美则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 不一样的概念 那其实上海合作组织 这也是恰恰好 这是一个唯一一个 在用中国的一个城市 所命名的一个国际组织 那中国大陆 当然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你可以看 轮值主席的概念 或者秘书长的概念 也是大家用轮流的方式 也就是它不像是北约 它是一个这么严密的 比如北约规定什么 第五条 只要是北约的成员国 受到了攻击 就等于所有北约国都受到攻击 集体自卫 集体自卫嘛 那上海组织完全不一样 上海组织就是一个 沟通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不要把上海组织 跟北约组织摆在同一个 算是层次来比较 那上海组织也不可能去对抗 北约的组织 因为它的本质 就不在这个方面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也许透过上海组织 让更多的 这些不同意见的国家 他们有一个交流这个机会 但是能够确定达到 刚刚讲的三点 为了大陆的经济的一带一路 为了边疆的安全 或者恐怖主义 分离主义不要再滋长 然后再加上一个文明的对话 我觉得上海组织 能够做到这样子 我觉得你是非常功德圆满 我觉得这样思考问题 会比较清楚一点 老师我们看到上海合作组织 它的影响力 其实在世界上目前看来 它是越来越大 虽然老师也认为说 它的扩元的速度 不需要那么的快 就是稳健的走就好 但是呢 其实有一个国家 当然呢 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组织 没有伸手进去 感觉心里头也不太舒服 这个国家当然就是美国 美国在2005年的时候 传出也曾经想要加入 但是被拒绝了 当然了 就像我刚刚讲说 俄罗斯想加入北约 北约的时候 当然也是被拒绝 因为这些国家认为说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你来一边是真正愿意去 帮助我们的新疆问题 帮助我们的一带一路 还是你来一里面 就是为了加入来捣乱的 加入来阻碍我们的发展的 所以他也要观察一阵子 那观察一阵子的情况下 那我们当然说 那我们再走着瞧嘛 那我想这个很明显的 就说因为美国这个国家 他基本上他参加 所有的国际组织 寄到美国都要去主导 那可是大陆在思考问题是说 你加一就好了嘛 你加上我就好了 你加上我就好了 所以美国他参加 所有的股值的时候 他希望在这个组织上主导 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当时的APEC APEC在1989年 当时是澳大利亚所呼吁的时候 其实美国也对这个 是一心阑珊的 可是美国为什么 后来要加入APEC 而且要开始主导APEC 那也是因为在1990年代以后 大陆开始慢慢的崛起了 东亚的经济开始崛起了 那美国不加入是不行的 所以加入就要主导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说你美国自己的人格特质 这个国格特质 跟你的整个对外观念的 那个侵略性 让人家觉得让你加入 其实对我来讲 可能是为蒙其力先受其害 好 但是我们看到就说 孙岚老师刚刚提到说 上海合作组织 它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 一个军事的一个政治的集团 它主要是一带一路军事 还有这个中亚地区的一个合作 跟安全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 《华盛顿邮报》也认为 它认为说 上海组织呢 是中国跟俄罗斯为首的 中亚地区安全保障的集团 它认为 这是北约未来在东方的平衡器 所以还是把它拿出来 跟北约来做 因为美国一定会这样做 就是美国会把你 中国大陆所干的上海会议 金砖会议 你的所有的东西 都把它解释成说 你要对抗我美国 都一定要放在那个平台上 然后呢 美国现在的整个一个策略 美国一个策略就是说 我要把你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 还有伊朗 最好呢 再把朝鲜 把你们全部绑在一起 你们叫什么 你们叫做邪恶轴星 叫邪恶轴星国家 那加强上海会议以前 又有中国大陆 又有这个俄罗斯 又有伊朗 都在里面了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正好就掉入 它设计的一个圈套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你注意看西方的报纸的时候 它一定会强调说 上海合作会议 你看它越来越重要了 它的重要性将来会影响到 平衡到北约 是北约将来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劲敌 其实我觉得都是 他们说一说而已 所以我的看法是 你不要被美国这种舆论所主导 而我们不要自我淘汰说 你看的确我们的上海组织 现在的确大家 这么多的肯定了 然后我们上海组织 应该扮演更重要的一些角色 那你就被骗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 最回归到就是说 上海组织 你要回归到 你当时成立的一个宗旨 这才是组织最重要的目的嘛 就像美国为什么不回到 北约的一个宗旨 其实对于欧洲来讲 北约的目的是对抗俄罗斯 可是美国的宗旨在于说 我就是要伸手 介入到欧洲里面去 这个手我怎么会放掉嘛 可是我相信 中国大陆成立这个 上海合作会议 它并不是说 我要把中国大陆的手 伸到你们每个国家里面去 也不是说在你们国家里面 都卖我们的武器 我们是希望透过上海组织 我们彼此之间 我们不要去制造国家 内部的一个纷乱 比如说为什么中亚国家 因为有很多的 像以前的新疆的 这些所谓的疆独的分子 他们也透过中亚 哈萨克这些国家 能够进去嘛 所以说还透过这个 中东也进去嘛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我跟你们这些国家 都保持个友好的关系 那么你们内部的极端势力 就不要介入到 我们这个新疆的问题里面来 是不是对我们的安全好 对大家友也好 所以这两个概念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可是美国呢 就是要把上海组织解释成说 你看中俄的联手 中俄再加上一些联手 为了对抗 跟我们将来北约要登庭抗礼 我觉得这就是 两种不同的思维逻辑 思维逻辑 我们这边包括中国 我们的文化里面 谈的就是说 我们要相互的尊重 相互的合作 并不是谁来听谁的嘛 大家共同是一个 命运共同体嘛 今天上海合作会议 不就是一个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嘛 我们在这边没有谁当老大 谁当老二的 我们一起来维护 这个地区的安全 跟这个地区的繁荣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之所在 但是对美国来说 的确是会眼红 因为我们看到 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是越来越好 在5月10几号的时候 就说在普丁 才刚刚选上的连任之后 他第一个出榜的国家 就是中国 那当时也看到 普丁跟习近平呢 还相拥 两个关系非常的好 那这次呢 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当中 这次的峰会 两个人也是再次的聚首 所以呢 对于美国来说 看到中俄两国之间 援手这么密集的见面呢 所以他们的这个关系 就是说 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 当然美国是会眼红的 那刚刚老师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中间我有提到一个 就是说 回到刚刚的北约的部分 北约这五年呢 大约是出了3.5兆的资金 要来援助乌克兰 那有人就再回过头来看看 台湾的一个角色 都会说 如果你看到 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得要准备多少的 保护费才够呢 我们再回看看台湾的情况 如果美国呢 是在主导这个北约的 这个军事的部分的话 那台湾是不是在这个部分 也要相对的付出一些代价 我觉得我们先回头 你刚刚谈的那个问题就是 中俄之间的 关系是越来越好 其实我们从历史 整个一个发展来看 这都是美国所造成的 是美国造成的 我们刚刚讲嘛 如果说你在1990年代 当苏联整个瓦解以后 你愿意接纳俄罗斯 进入北约 请问今天的中国大陆 是多么的危险啊 是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由于美国的做法 让中国大陆的国运 又好了一次 而且俄罗斯是三番五次的 希望能够加入北约 可是都被你美国给拒绝了嘛 就换句话说 今天把俄罗斯推向了中国 在某种程度上 是你美国所造成的嘛 是今天对于普丁来讲 他已经没有办法 在面向西方的 他必须寻求跟中国的合作 那到底俄罗斯是这么喜欢中国吗 也不见得了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 他是一个选择 他是不得不选择中国 可是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来讲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是与人为善嘛 多一个朋友 中国大陆 多一个朋友总比少 多一个敌人来得好嘛 对于中国大陆 也希望跟美国保持好的关系啊 也可以希望跟俄罗斯保持好的关系啊 希望跟所有国家都保持好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文化里面非常重要一个特质嘛 所以我的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今天是你自己犯的一个战略错误 你今天又开始把中俄又绑在一起 然后现在又开始解释成 所有的俄乌战争 可能背后都有中国的军工企业界的支持 然后用这个东西来妖魔化整个中国嘛 这是美国的整个这一套的战略逻辑 那第二个回到你刚刚的问题是说 你看看川普上来以后 所以现在来讲美国总统选举 欧洲国家最紧张啊 因为川普的当选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了 川普的逻辑还 拜登的当选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川普越来越高了 对对对对不起讲错了 川普可能越来越高了 各位知道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的传统的对外关系啊 他们其实孤立主义 一直在美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就是说我们美国 原来为什么这些5月号到了美国 就是我们要避开欧洲这些龌龊的事情嘛 就是你们欧洲所有的冲突 不要影响到我美国就好了 我们美国好好的帮我们自己发展 我不管你欧洲的事情嘛 所以这是原来美国对于欧洲 对于全世界的一个态度 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来美国被迫参战被迫进来了 然后完了以后呢 美国马上就退出了 就继续走他的门罗主义 开始保护主义了 后来二次战争又被带进去了 那川普呢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一种所谓的 美国一个孤立主义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 对他来讲 我什么都是美国第一优先嘛 那好 你这些欧洲这些国家 你北约要我保护你 那你自己先把自己的军费给他提高啊 你不提高你凭什么保护我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 他同样的逻辑会用在台湾嘛 你要我保护你 那先证明一下 你要买我多少钱的武器 你要把你的国防军费提高到 GDP的3%剩下4% 所以换句话说 川普如果今天当选美国的总统 川普一定会要求 台湾先要证明你自己 有防卫台湾的决心 你要买更多的武器 因为我刚刚讲的 各位不要忘了 美国就是一个军工企业 所主导的这么一个国家嘛 那军工企业就希望你买武器嘛 更希望你打仗嘛 而且双方面都买他的武器是最好嘛 所以整个台湾来讲 他会面临一个困境 川普选上以后 就我们必须买更多的武器 那我上年节目也谈到了 当美国 当川普发现说 中国大陆可以给他利益 更多利益的时候 要把台湾卖掉 对川普来讲 是心中没有任何挂碍的 所以川普这些 站在美国的自我的保护主义者 自我的孤立主义者 台湾算个什么啊 在他的心中来讲 台湾利益在美国那边 根本就不算个什么东西啊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今天北约到 北约这个德国法国 这么多的 这么重要的国家 都被美国掐着脖子说 你要增加你的国防机会 你要买更多的武器 那何况台湾呢 台湾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嘛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不管今天 川普或者拜登选上 那台湾的保护费 是会继续的交的 那川普当选以后 保护费可能会交的更多更多 就大家所面临这个北约的发展 和美国现在对外的政策 我们必须了解 这么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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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